6月14至15日 美中要协第二届2019SAPA健康产业投资峰会及项目录演 在新泽西和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成功举办 会议的宗旨为服务在美创投人群 搭建黄金平台 让最具创造力的头脑 遇到最有眼光的资本 今年的会议拓展每两天 吸引了超过37个创业项目 38名投资人到场 两天共超过300人参会 第一天的活动在新泽西西尔顿酒店举行 SAPA携手同协议新药英才俱乐部 关注中国本土健康产业投资 第二天的会议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 重点讨论美国生物医药行业领域的投资 大会联合主席陈晓东博士 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SAPA的目标是将这个投资峰会 发展成为华人中的吉平摩根投资大会 他随后接受全球华市记者东宏的采访时表示说 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基于之前在我们联会里面 有一个专门是做跟帮投资者找这个项目 然后帮项目找投资的一个这么一个意愿 然后扩展到这个到今年为止我们做的第二届 现任会长神晓乐博士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美中药协的宗旨 活动和交流培养的平台功能 投资路演的活动呢 因为我们选择在纽约举行 是因为这个纽约的投资环境 非常的丰富 然后呢 科研院所他们的好的项目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SAPA作为一个平台 希望把好的项目跟这个资金呢 都能合在一起 此外来自Bridge Point Capital 桥建资本共同创始人马克杨先生 也就当今全球医疗投资合作领域的 机遇和挑战话题 接受了全球画室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说 嘉宾们从投资税务和国际形势等角度 分享了自己对现阶段医疗创业投资 独到的见解 乃自深圳市分享成长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合伙人 黄反之先生对记者表示说 而在下午的活动中 项目录演是整个峰会的重头戏 本届大会共收到近50个项目的申请 由投资人选出了其中14个参加现场 录演的宣讲 这些项目包括了新型止血剂 新型抗菌药 口服小分子糖尿病药物 生命数字化技术 以及HIV、HCV、HVB疫苗等等 经过激烈的角逐 Cyphysurgical可数中实时清洗的 副枪镜项目获得第一名 该项目获奖者对记者表示说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生物医药行业创业投资的相关热点焦点话题 现场参与论坛的Chris徐先生 也对记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像这样的forum会更加有用 因为很多entrepreneur可能做science不错 但是你要让他说 我是一个很成功的创业者 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做角色的转换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交流 对他们的帮助是最大的 与此同时 会议还准备了专门的会客室 让创业者与投资人私密对接 直接碰撞沟通相互了解 会议在愉快的酒会中圆满结束 全球华时记者东宏Cecinia 纽约现场报道